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进入了到计时阶段,而贸易政策再次成为讨论的焦点话题。 特别是在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的今天,中美两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其双边贸易关系对全球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如果特朗普再次当选,并且如其所言升级对中国的关税措施,甚至取消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伙伴关系,那么对全球经济的冲击将不可忽视。 但关税政策究竟是什么?为什么它对经济的影响如此之大? 今天我们就以这一问题为主线,深入分析美国自2018年以来的关税政策变化,以及其对全球经济的实际影响。 特别是我们将基于全球贸易分析模型来具体测算这些影响,关税的起源与历史从201232到301关税。 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特朗普在其首个总统任期内实施的几项关键关税政策。 2018年是中美贸易冲突的元年,特朗普政府相继依据美国国内的多项法律条款,对进口商品加征了高额关税,主要包括三大条款。 201条款主要针对太阳能电池板和大型家用洗衣机。 201条款关税是美国历史上常见的一种保护主义措施,旨在保护国内特定行业免受进口产品的冲击。 特朗普政府利用这一条款,对进口的太阳能电池板和洗衣机分别征收了高达30%和20%的关税。 这一措施旨在通过保护国内生产商,减少美国对外国制造业的依赖。 232条款涉及钢铁和铝制品。 根据美国1962年的贸易扩展法,232条款允许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对某些进口商品加征关税。 特朗普政府利用这一条款,对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钢铁和铝产品征收了分别为25%和10%的关税。 这一政策背后的逻辑是钢铁和铝式制造业的基础,对军事、基础设施等多个领域至关重要, 因此保护这些行业被视为国家安全的需求。 301条款这是影响最为广泛的关税政策,特别针对中国。 根据美国1974年的贸易法,301条款允许政府对那些被认为存在贸易不公平行为的国家征收关税。 特朗普政府以强制技术转让,知识产权盗窃为由,对中国进口商品大规模加征关税。 这些关税覆盖了从家用电子产品、纺织品、家具到机械设备的多个领域,涉及商品总价值超过3200亿美元。 这一政策的直接目标是减少美国对中国制造业的依赖,同时间接推动美国国内制造业的回流。 关税政策的影响、保护还是自损。 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虽然在短期内看似为美国国内部分产业提供了保护,但从长期来看, 这些政策实际上对美国经济的伤害远大于收益。 首先,从价格角度来看,关税的直接效果就是推高进口商品的价格。 例如,在301关税实施后,美国消费者发现许多日常商品的价格开始快速上涨。 无论是电子产品、家具还是家用电器,这些来自中国的商品价格平均上涨了10%到25%。 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关税政策使美国家庭每年要多支付数百美元的额外费用。 而这一切的背后,实际上都是关税成本被转嫁给了美国消费者。 其次,关税政策对就业的负面影响同样显著。 虽然特朗普政府宣称,加征关税可以保护国内工作岗位,特别是在制造业领域,但事实并非如此。 数据显示,由于关税推高了生产成本,许多依赖进口零部件的美国企业不得不削减开支,甚至裁员。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研究显示,301关税导致美国在某些行业的就业减少了约24.5万个岗位。 这样的结果与特朗普政府的初衷背道而驰。 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关税对美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也是负面的。 经济学家普遍认为,高关税不仅抑制了进口,还削弱了出口,导致整体贸易规模缩小。 根据牛津经济研究的报告,特朗普关税政策对美国实际GDP的冲击在0.3%到0.5%之间,直接导致美国经济每年损失超过500亿美元,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潜在后果。 特朗普政府曾提出,如果他在2024年连任将取消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伙伴关系,并且对中国商品全面征收60%的关税。 那么,取消PNTR究竟意味着什么? 这种政策又将如何影响中美贸易以及全球经济? PNTR也就是所谓的最惠国待遇,是指一国在关税和贸易条件上给予另一国的优惠待遇。 中国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获得了美国的永久最惠国待遇,这使得中国出口至美国的商品大多数享受较低的关税税率。 然而,如果取消这一待遇,美国将可以对中国商品征收高达60%的关税。 假如这一政策得以实施,受影响最严重的将是那些依赖中国供应链的行业。 例如,手机、计算机、家用电器等电子产品是中国对美国出口的主要商品,而这些商品目前的关税几乎为零。 如果最惠国待遇被取消,关税将飙升至35%甚至更高。 根据2023年的数据,手机和计算机等商品每年从中国进口的总金额超过1000亿美元。 这意味着美国企业和消费者每年将面临数十亿美元的额外成本。 此外,纺织品、服装、机械设备等商品的关税也将大幅上升。 例如,纺织品和服装的关税将从目前的11.5%提高到59.2%,而机械设备的关税将从0.6%提高到35.4%。 这不仅将推高商品价格,还可能导致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进一步萎缩。 模拟未来,三种关税升级的场景。 为了更好地理解关税政策的未来走向,以及其对中美两国经济的影响,研究团队利用全球贸易分析模型进行了详细的场景模拟。 以下是三种可能的关税升级情景,以及每种情景下对中美双边贸易和经济的影响。 场景一,美国对中国全面征收60%关税。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对美出口将大幅下降,特别是在电子产品和机械设备领域。 模型测算显示,中国的出口量将下降约5.7%,总进口减少10.2%。 与此同时,美国的进口量也会减少6%,出口下降0.2%。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国内的物价将继续上涨,特别是在与中国联系密切的行业,如消费电子、家具和纺织品。 长期来看,这种政策将使得美国GDP下降约0.5个百分点。 场景二,美国对中国征收60%关税,同时对其他国家征收10%的极限关税。 在这个情景中,美国不仅加大了对中国的制裁力度,还对其他贸易伙伴如欧洲、亚洲国家征收了额外的关税。 模型显示,美国的进口将减少21.3%,这将严重影响到国内市场的商品供应,进一步推高物价。 中国方面,出口减少6.9%,进口减少8.4%。 这种双向打击的结果是,美国经济受到的影响比中国更大,GDP可能会减少0.8%到一个百分点。 场景三,中美双方互相征收60%的关税。 在这一场景中,中美两国的贸易战升级为全面的经济对抗,双方互相征收高额关税。 结果显示,美国的出口将下降3.6%,进口减少8.8%,中国方面,出口减少8.8%,进口减少10.8%。 这将导致两国的贸易额大幅萎缩,对全球供应链和经济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 全球经济增长可能因此放缓0.5个百分点,尤其是在制造业和消费品领域。 全球供应链的重组与脱钩趋势。 关税不仅影响着双边贸易,还可能加速全球供应链的重组与脱钩。 近年来,随着贸易壁垒的增加,企业开始将生产基地迁往其他国家,如东南亚、墨西哥等已规避高额的关税。 这种供应链的转移在短期内可以减少企业的损失,但从长期来看,它也削弱了全球供应链的效率,推高了生产成本。 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并未因此动摇。 尽管面临贸易冲突,中国依然是全球供应链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特别是在高科技制造业和新能源领域,中国的产业链优势难以被替代。 然而,面对日益复杂的贸易环境,中国企业正在加速技术升级,减少对单一市场的依赖,并寻求多元化的出口市场。 谁为关税政策买单? 回顾这些关税政策,我们不得不问谁才是最终的买单者? 虽然表面上关税是针对外国商品的制裁工具,但实际上,承担成本的往往是国内的消费者和企业。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数据显示,301关税几乎全部由美国的进口商和消费者承担,企业的利润被压缩,消费者的购买力下降。 这无疑给美国经济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以消费电子产品为例,许多美国公司依赖中国的零部件进口,而这些零部件的价格由于关税政策大幅上涨。 这直接导致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增加,利润空间被压缩,甚至由企业被迫裁员。 与此同时,普通消费者也要为日常商品支付更高的价格。 这种无形的税负加剧了民众的生活压力。 综上所述,关税政策作为一种贸易保护手段,其实际效果远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从短期来看,关税确实可以保护国内产业,减少对外国商品的依赖。 但从长期来看,它不仅增加了国内生产成本,推高了物价,还可能导致全球供应链的断裂,影响到全球经济的稳定性。 未来的美国大选结果,可能会决定中美贸易的走向,无论是进一步加征关税,还是取消罪惠国待遇。 这些政策的实施都将对全球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 面对不确定的未来,各国需要在贸易政策上更加谨慎,避免因保护主义抬头而陷入长期的经济困境。